美股26号全面大跌 刀琼工业指数血崩超过千点 美国亿万富翁更是在一天之内 身家蒸发780亿美元 全英联总会主席鲍尔 在全球央行年会演说誓言 将强力对抗通膨 并暗示9月可能再次强硬升息三马 美国2022年至7月底已经升息4次 其中3月开始升息一马 是从2018年来首次升息 5月再次升息两马 6月和7月连续两个月都升息三马 是40年来最猛升息 如今9月又极度可能再次升息三马 因为连准会看到强势升息确实见效 美国7月核心PCE物价指数 月增率0.1% 年增率4.6% 两项数据都低于经济学家预估 显示通膨有减缓迹象 不过数字上看得到趋缓 但民众真的买账吗 日经报导十大工业国中美国 英国 加拿大 瑞典和纽西兰五大强国都同步出现值利率曲线倒挂被视为经济衰退征兆 报导指出全球经济目前处在失去火车头的紧要关头 而美国为二支通膨 加快升息 恐怕就是带动全球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记者 刘嘉宇报导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它是长时间的细活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纤维供演到一炉进去 层面的蛋白质啊 它是鸡肉牛肉虾的三倍之多 营养来源更加的丰富 推荐给大家 记得要输入CTI567 CTI我辣7 营养来源更加的